中方对发展中美两军关系是有原则的 那就是中方的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不容侵犯 会晤需要合适氛围 沟通不能没有原则 美方也不必摆出一副希望对话的姿态 自己做过什么损害中方核心利益的事 难道自己心里还没有点数吗